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时事报 川普首办国宴打破惯例 巨邀两种人 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后首次国宴 将献给23号到华府 进行国事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 川普将在24号晚上在白宫设宴招待马克龙 来庆祝两国近250年的盟友关系和友谊 由于这是川普的首次白宫国宴 各界都留意我行我素的川普 在请客吃饭的安排上 会不会和过去有所不同 据世纪日报报道 马克龙除了此次参加白宫的国宴之外 川普和梅兰尼亚23号 还将在波多马克河畔的 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故居维农山庄 私底下宴请马克龙和他的妻子布里基 白宫表示 之所以选在这个地方设宴是为了提醒人们 法国是美国第一个盟友的独特地位 另外据法新社的报道说 法国总统马克龙此次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 将就伊朗和贸易等关键议题 与美国总统川普进行探讨 并试图化解重大旗舰 这也将测试两人经常被夸耀的有意 据美联社的报道说 白宫官员表示 川普的这次国宴没有邀请民主党国会议员参加 并和当中也没有任何的记者 这是打破了白宫国宴的惯例 不过目前至少有一位民主党人在国宴当中现身 他就是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爱德华兹 报道还表示川普和新闻界处不好 和民主党国会议员也没有什么互动 因此这两类人被聚在国宴名单之外 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 美联社的报道还指出 川普任期第一年没有任何国家的元首来访 也创下了一百多年以来的首例 这使得马克龙的这次访问就显得尤为的重要 而共和党总统最近一次招待来访的法国总统 要回溯到小布什时期 他在2007年11月曾宴请刚离婚不久的法国前总统沙克吉 好了以上就是由梁骏为您带来的新闻时事报